这个小男孩被丢在了原始森林里 看着迎面走来的黑豹 他非但一点也不害怕 还像撸猫一样 把手伸进了黑豹嘴里 别看黑豹脸黑 但他心很软 他把男孩带回森林 托付给了有威信的狼王 因为必须得有族群 这个小家伙才能活下来 男孩一天天长大 从他济世起就跟狼群生活在一起 学会了很多狼的习性 黑豹就成了男孩的老师 会教他各种生存的技能 要想在这残酷的森林活下来 必须适应这里的法则 其中一条所有动物公认的法则 就是遇到干旱的时候 每当河床上的大石头露出水面 所有动物可以一起分享稀缺的水源 禁止捕食和猎杀 男孩跟着狼群到河边饮水 为了不引起注意 狼妈妈叮嘱他 一定要表现得像只小狼 可男孩毕竟是人类 他用龟壳咬水的行为 引得动物们纷纷侧目 因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是会不会使用工具 就在这时 所有动物突然警惕起来 原来森林之王老虎也来河边喝水了 狼王赶紧让男孩躲起来 因为这只老虎无比痛恨人类 他脸上的疤就是被人类烧伤留下的 可老虎还是闻到了人类的味道 他要求狼王交出男孩 而狼王怎么可能答应 狼群摆出攻击的架势 现在是休战期 老虎不能轻举妄动 但临走前他威胁狼群 当雨季来临 休战期结束 狼群要么乖乖交出男孩 要么就得面临一场屠杀 为此狼群高层特意开了个会 有狼支持 也有狼反对 而男孩不怨狼群 因为自己陷入危险 于是决定离开森林 回到人类世界 尽管他根本不了解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男孩告别狼群 跟着黑豹向人类村庄的方向出发 他们跳过大河 越过悬崖 一路上男孩都很失落 他还是很舍不得森林和族群 走着走着 黑豹突然停了下来 还让男孩快跑 因为 老虎突然袭击跟黑豹牛打在一起 但他毕竟是森林之王 黑豹也只能拖延一点时间 男孩一路狂奔 眼看就被老虎追上 这是一群野牛跑过 将老虎撞在地上 男孩趁机跳下山沟 和老虎隔牛相望 等他们全部跑过去 就是男孩的死期 而这时 男孩脑子一转 再一咬牙 猛地跳起来 抓住一只野牛的牛角 然后就消失在了老虎的视线 老虎气急败坏地找到狼群 为了杀鸡给猴看 直接将狼王扔下了悬崖 因为他认为 如果男孩知道 养育他的种族被他统治 就一定会回来 到时候再杀他也不迟 虎口逃生的男孩 不知道被野牛驮着走了多远 大雨灵醒了他 睁眼就发现 前面的山体开始滑坡 男孩一跃而下 跳进河里 在湍急的水流中 他抓住了一根枯木 坐在枯木上 飘到一片雨林 看似安全了 但其实 前方等待他的 是更大的危险 这个小男孩正在森林觅食 他现在太饿了 从地上捡起一张 巨大的蛇皮 但根本无从下嘴 他端详了一会儿 心想这东西肯定不好吃 就继续往森林深处走 浑然不知危险 正在悄悄靠近 四周的氛围 变得越来越阴森 就在这时 一只会说话的大蛇 缓缓爬到了男孩面前 大蛇越靠越近 男孩开始变得恍惚 从大蛇的眼睛里 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世 在他还是个小baby的时候 爸爸带着他在森林里迷了路 他们躲在山洞里 遭遇老虎嬉嬉 爸爸没能活下来 老虎因为被火烧伤 仓皇逃跑 所以男孩才会被黑豹救下 所以老虎才会对男孩恨之入骨 等男孩回过神来 身体已经被紧紧缠住 大蛇张开血盆大口 男孩重重摔在地上 在晕倒之前 他看到是一只大棕熊救了自己 为了报答大棕熊的救命之恩 男孩决定帮他取下悬崖上的蜂蜜 这时他善用工具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男孩割下几条藤腕 再折下一根树干 像个攀岩选手一样高空作业 他用树干击打蜂巢 但也遭到密封的攻击 不小心丢掉了工具 肯来都来了 男孩没有放弃 掉在半空用脚踹 很快就踹掉了一大块蜂巢 棕熊每餐一顿 而男孩可是被遮惨了 棕熊得知男孩要去人类村庄 就决定送他一程 他们从白天走到晚上 终于看到了远处村庄的灯火 但这时男孩却犹豫了 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棕林里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人类的世界 大棕熊劝男孩留下来 趴来保护男孩 而作为回报 就让男孩帮他摘更多的蜂蜜 男孩想了一下后 觉得自己还是离不开棕林 于是便暂时留了下来 释放天心的男孩 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工具 开始他的蜂农生活 大棕熊非常喜欢男孩 让男孩坐在他的肚子上 一起在河里玩水嬉戏 突然 河边的草丛有些响动 男孩连忙躲在大棕熊身后 以为老虎又来找他算账 结果看到是黑豹走了出来 男孩高兴坏了 带着黑豹回到洞里 兴奋地向他展示自己采下的蜂蜜 但黑豹看到后却非常生气 因为他认为男孩的作品 违背了棕林法则 棕熊是happy了 但蜜蜂们可糟了秧 他让男孩明天一早 乖乖跟他回到人类世界 到了晚上 男孩被奇怪的声音吵醒 跑出去一看 原来是一群大象在哀嚎 有只小象仔掉进了坑里 男孩拿来藤腕 用人类的方法将小象从坑里拉了出来 这一切被黑豹看在眼里 他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太过死板 太过严厉 可那只老虎真的太危险了 他把这事告诉了棕熊 棕熊知道是那只老虎在追杀男孩后也赞同 于是大棕熊出面 说了一番违心的话 把男孩气走了 男孩坐在大树上生闷气 突然一双手伸了下来 猴子们相互接力 带着男孩冲出棕林 爬上峭壁 男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棕林中竟然藏着一座人类的遗迹 这个小男孩现在慌得不行 一只巨手从他背后伸出来 抓起一把水果 随即又消失在黑暗中 见到男孩不知所措时 巨手的主人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只大脸盘子巨人之所以把男孩抓到这里 是想跟他做个交易 他现在占山为王 要啥有啥 唯独火焰无法掌控 只要有了火 他就能统治整片森林 大脸怪觉得男孩是人类 一定懂得怎么造火 作为回报 他可以给男孩提供保护 可男孩从小就在森林长大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造火 大脸怪不信 说着说着 气氛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 大宗雄走了进来 吸引了所有猴的注意力 黑暴趁机从侧面潜入 给男孩使了个眼色 他们打算趁大脸怪不注意 溜至大吉 但逃跑中被只小猴子发现 大脸怪怒不可恶 亲自出马 他虽然身形庞大 却异常的灵活 男孩躲进破楼里 威胁大脸怪 说狼王不会放过你的 但大脸怪却告诉他 狼王早就被老虎处死了 男孩听后悲愤交加 更加急切地想离开这里 他从楼里跳了出去 大脸怪想跟上 却被自己撞垮的大楼死死压住 男孩知道自己不是老虎的对手 只有利用火才有可能打败他 于是男孩从人类村庄偷来火把 义无反顾地冲回森林 但他不知道怎么用火 不小心将火苗弄在了草地上 森林里的动物看到火光非常害怕 他们互相传达消息 很快聚到了一起 这时男孩拿着火把跑了出来 冲着老虎大声叫嚣 他现在有了火把 无所畏惧 但老虎却很淡定 不慌不忙地说 男孩回头看向森林 刚刚的火苗已经引发了火灾 再转过身来 所有小动物都在躲塌 在老虎的言语刺激下 男孩愧疚地扔掉火把 但没了火把 他又如何跟老虎对抗呢 这时男孩的朋友们站了出来 决定一起抵抗 大东雄第一个朝老虎冲了过去 扭打成一团 男孩想上去帮忙 但黑豹告诉他 你可以用人类的方法取得胜利 于是他扭头向树林里跑去 收集藤腕折断树枝 绑在一起后扔了出去 此时老虎已经追到身后 他们的脚下已经是一片火海 在一番对峙之后 老虎朝男孩扑了上去 老虎中计了 男孩打小就在森林里生活 他早就知道树干非常容易断裂 中了圈套的老虎没抓稳 摔进了火海里 他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送了命 回到树林里的男孩碰到了象群 为了保护家园 也为了报答男孩当初旧象仔的恩情 大虾们卷起树干 堵住河流 用象牙挖开沟渠 利用瀑布的水流浇灭了灵活 没有了老虎的威胁 森林回归和平 男孩和他的朋友们继续幸福地生活在森林中 这部电影叫奇幻森林 改编自经典童话森林王子 片中除了小男孩外 所有的动物包括部分丛林都是由CG打造 效果非常逼真 所有动物角色也都各有寓意 象征着人类社会的善与恶 比如老虎代表着仇恨 大蛇代表诱惑 巨猿代表野心 而片中的大宗熊和黑豹 则是遵守规则和解放天性 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 人类到底该如何跟大自然相处 当我们成为某个群体中的异类时 到底是抹杀天性 还是坚持自己 电影虽然讲述的是一个童话故事 却也有着许多连成年人都值得深思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沈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